我們看這一題 這一題他說高一甲班 共有40人 某次數學考試 含數學體 數學體的話有選擇體40分 填充體60分 他說假設全班選擇體與 填充體分數的算數平均數 這是選擇體的 平均25分 標準差5分 填充體的話 平均數40分 標準差10分 然後他又說全班每人數學考試總分的 標準差 總分的標準差 是14 那麼 選擇體與填充體的相關係數 我們假設選擇體是x 填充體是y 那選擇體對填充體的相關係數等於多少 這怎麼做 首先的話我們來看看這個相關係數怎麼定義的 相關係數這樣定義的 我就是說 這個呢 Sigma I Si 減掉μx 的平方 乘以多少呢 Sigma i 那i從1到40 因為總共40個人 這是Yi Sigma i 減掉μy 平方 阿分多少呢 Sigma i 這是Si 減掉μs 乘以Yi 減掉μy 現在我們來看 那現在看 這個Sgmx Sgmx 等於多少 等於5 Sgmx 等於5 那依照那個定義的話 這個等於多少呢 等於N N的話是40 40分多少呢 這個Sgm i 這個 離差平方 Si 減掉μs 的平方 那這樣我就可以把這一項算出來 這一項的話 就等於多少呢 這一項的話就移過去嘛 就是說 Sgm i Si 減掉μs 平方 這個等於多少呢 等於5 乘以多少 根號40 乘以根號40 那可以 這2根號10 乘以這個2根號10 所以是10根號10 然後再來的話呢 這個Sgmx 這個等於多少 等於10 那這個是等於根號多少呢 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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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y i 減掉 new i 平方 這個等於多少呢? 這個根號式是2根號10 所以是2根號10乘以10 或者是20根號10 那底下這個我們就知道了 那現在上面這個的話呢 我們怎麼求? 上面這個的話呢 我們就用這個 這個四個碼 等於是全部的分數 等於多少呢? 這個是等於那個 那個什麼東西啊? 那個 40嗎? 那多少呢?四個碼 那總分 總分的話就是什麼呢? 就是選擇體 加那個田中體的分數 也就是說你可以把它看成這樣分鏡好了 Zi 就等於Si 減掉 加上Yi 這樣子 這個是Zi 那這個本來應該是i Zi 減掉 μz 那μz的話就是說 那個什麼呢? 總分的平均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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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什麼? 這個是等於總分嘛 總分除以40 那這個總分的話 等於什麼? 等於這個 等於那個 選擇體的總分 選擇體的總分 選擇體的總分就等於多少? 就等於40 乘以 乘以μx 這選擇體的總分嘛 加上填充體的總分就是40 乘以呢 填充體的平均分數嘛 這個40可以約掉 就等於 就等於 x i 加上y i 那減掉沒有什麼呢? 減掉這個 μz 就是 μx 加上 μy 這樣子 然後整個平方 然後整個平方 我們看看 裡面這個先 裡面這個東西 裡面這個東西就是 s i s i 增 mx 加上y i 增掉 μy 整個平方 讓我把它展開來 就是s i s i 增 mx 平方 加上 兩倍的 s i s i 增 s x y i x y y x x x y x y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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典摩y平方 這的話,這個等於多少呢? 這個我們就把這個... 拿過去,上面這個等於多少呢? 14乘2根號10,28根號10 這個是... 然後這個... 28根號10,然後再平方 所以這個應該是... 這個應該是14的平方 十四的平方乘以四十 你兩面比他平方,四十乘過去 那這個等於多少? 這個,這個剛剛算的 這個的話是等於這個平方 平方就是十跟號十的平方 十跟號十的平方 加上多少呢? 加上兩倍的Sigma i Si-mUy Yi-mUy 那這個多少呢? 這個就是這個 這個就是二十跟號十的平方 二十跟號十的平方 好,那這樣的話呢 那這一下我就可以算出來 結果多少? 就是這個 十四的平方 這十四的平方的話呢 我們把它算一下 十四的平方 四十乘以十四 十六 第一五十六 一九六 所以這個是一九六乘以四四 一九六乘以四四 四六六 四六二十四即二 四九三六 四九三六 三八 七幾乘以四 四一的四 七四五零 七千八百四十 減掉五千 後面這五千 等於四八 二十八零 也就是說 這個是二十八零 再給他除以二 給他除以二 二十八零的話 除以二的話 就是一四二零 這個東西的話 是一四二零 剛剛我給他除以二 剛剛的話 這個減這個再減這個 就是這個減五千 二十八零 再給他除以二 就是這個 所以這個等於什麼呢 這個是等於 一四二零 那底下這個等於多少呢 這個剛剛的話呢 有算過 這個是等於十跟號十 十跟號十 那這個多少 二十跟號十 二十跟號十 那這個就是兩百 兩百乘以十就兩千 所以是兩千 二十分之一四二零 然後呢 除以二 二十二 一百分之三 二十四 二十二 所以是一百分之七十一 就等於0.71 所以他的那個相關係數 是等於0.71 答案是0.71 至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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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至於